大家好,我们今天CES有个坎房的玩家 那我们也很荣幸邀请到了各三个SchoolBatoon的三位VV的现任或者是前任的主席 那这里我们今天有的是Raysson,子英,还有新航 今天主要我们是要来了解这些领袖是如何来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在VV里 因为他们本身也是各自团队的领袖 另外他们也不只是VV的领袖而已 他们同时间也是一名学生,甚至要再面对这个SPM 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了 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的是呢,疫情和MCO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今天身为一名领袖,想要你们分享是你们是如何带领你们的团队呢 比如像一些挑战,然后你们是如何去面对他们的 这题我们可不可以先由新航来跟我们分享 好,大家好,我是中林前任BB的主席,我是新航 那么我相信在疫情期间面对一些挑战多多少少都是正常的吧 那么我们BB,我们中林BB在那段时间其实也是有啦 好吗?然后我觉得那段时间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人力资源分配的不够均匀 因为我们的BB是Go by Department嘛 然后就是一个Department有各自要负责做的东西 可是有一些Department搬到心上之后,他们就失去了他们本来应该要做的东西 比如说可能Clinus Department,还有Quarter Master Department就是负责Uniform Pass的啦 然后就导致了有更大的责任落在了这个Programmer Department 还有我们的Modernia Department的身上哦 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在我上一次的AGM已经解决了啦 我们已经有E-Structure跟我们整个B-07的E-Structure 就是把人力资源重新组织过 然后主要都是Focus在Programmer Department 目的就是为了给我们的Members带来更好的Program体验 然后在接下来的Cyber Willing Meeting上面 然后我回答到这里的事情 好好好,谢谢新航的分享哦 那对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习如何的随机应变 不断的改进和进步 好,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身为一名领袖呢 我们只是自己一个人而已 我们背后都有一个团队在支持着我们 那请问在这个时候你的团队是如何来支持你的呢? 好,那这题我们可不可以由子盈来跟我们分享 哈啰,大家好,我是兵华前任的主席,我是梓盈 我觉得我的委员都很支持 所以在此我想要感谢他们 FORPIN这样多的努力 由于病情的关系 我们都是从身体变到网站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对网站的东西都不是很熟悉 甚至不懂如何去操作 包括要怎样把Cyber Willing Meeting变得更加的有趣 所以我们都是现在在屏幕面前 我们不能面对面的去了解 或者是认识我们新的Members 或者是旧的Members 所以每一次我们的Re-Leeting Committees都会留下来 for一个Re-View Meeting 所以Re-View Meeting的目的就是 为了要让Committee去说出 他们所observe到的问题 或者是Members在Re-Leeting的状况等 然后我们就会find out一个solution 去解决那个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的Committee都有慢慢的在进步 as他们很willing to put effort into it 所以我很感激有他们的帮忙 谢谢 好 谢谢子莹的分享 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在DB里面 只是一个领袖而已 我们同时间也是一名学生 那我们也知道说身为一名领袖的时候呢 在课外活动上的责任也不少 那想要你们的分享的是说呢 你们是如何分配 与安排好你们的时间的呢 那这题我们可不可以由Rayson来跟我们分享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Rayson 然后我来自ITAM中学 我是ITAM中学BB的主席 所以我自己也是一个学生 一个学生嘛 所以我是想去安排所有自己的时间啊 活动之类的 我把这个分成两个问题来讲 第一个就需要你有自己的自律 如果一个人连自律都没有 我们很难去安排所有我们自己的时间 自己的时间 我给一个比如 比如说现在我讲两点 我要完成我的功课 两点到后我讲两点半再做 这样的时候我们的自律都没有说 我们很难去安排我们自己的时间 一直被延迟被拖延 所以自律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不只是是安排时间 还有在很多的方面 第二个点 我要需要很明确的知道说 你自己是用什么方法 什么方法去安排自己的东西 如果我自己的话 我会把比较难的 比较重要的放在前面 然后比较没有重要的 比较容易的把它放在后面 有一句话叫做先苦后甜 只要我们把那种比较难的东西 把它先做完 后面的东西我们会比较容易做 会越做越顺利 所以我们每个人只有24个小时 所以我们的时间是由我们自己去掌控 自己去设定的 所以我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改变到你们一点点的想法 所以我分享到这里 谢谢 好 谢谢Raisen的分享 那我们今天也差不多来到我们的尾声了 那最后想要知道的是说呢 你们本身有没有什么秘密方式来如何安排好你们的时间的吗 那这题我们可不可以先由子盈来跟我们分享 可以 所以我自己有在使用这个Application 叫做Notion 它里面有很多功能 就比如说里面有DoDoList 有Reminder等 而且就是如果我们使用Apps的话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方便的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会保留在那个程序里 其实我之前是有试过现在职张里 但是我一步留神就会把子弄丢 所以瞬间我就会忘记我下一步该做什么 然后还有很多很好用的App 所以不妨也试试看去利用一些App 来让自己更加的organize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Shirin Thank you 好 谢谢Raisen的分享 那我们可不可以再有另外一个人来跟我们分享 新行体方面跟我们分享你有什么秘密方式 来安排好你的时间呢 好 那么FOR我的话 其实我觉得我的方式 就是跟Raisen大从小一把 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自律 那么你自己心重要 那一把死去衡量说 哪一个到底是比较重要和不重要 然后再去进行安排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Diori 就是每天早上醒来先吃一只青蛙 那么那只所谓的青蛙就是 你那一整天最困难最复杂的事情 当然你一起来你就把它吃掉了 之后就是你把它完成了 你接下来做其他的事情也不会有心理压力 不会有心理负担等等 就会让你接下来的旅途更加顺畅 就会让你接下来的旅途更加顺畅 所以这是我的方法 好的 谢谢新行的分享 那好 我们今天的讨论其实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聆听 然后希望你们从中学习到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同时间也了解这些各位领袖 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 好的 谢谢你们 我们到时再见 拜拜